在经济上 对我们华人社区举足轻重的三位的人物 我们首先请三位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 我们先从徐强先生先来好吧 各位桥李各位议员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 我是徐强来自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驻加拿大代表处 我们中国贸贸会呢 我们的职责主要是搭建各种平台 来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和投资 作为我们这边驻加拿大代表处 主要是促进中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投资 我们一方面是搭建各种平台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为这种两国的商贸合作 提供一些配套的服务 比如说商标注册 专利申请 贸易仲裁 我们大家还举办各种非常的一些论坛 研讨会展览 非常详细的介绍 所以大家在经商上面 一定要记住 贸出会在我们本地的华商 对你们的生意起到的促进作用 接下来的是李国贤议员 谢谢 其实我是刚刚昨天晚上从中国回来 因为我去了马来西亚参加那个世界肯勤大会 接起是下一集第三世界是在万锦市 2021年 所以一听到江会长邀请 所以刚刚福建人也讲得很清楚 那个商界跟那个政治连在一起 为什么我马上答应江飞长过来这边 因为我一看我去年险阱他有没有捡钱给我 他有 所以我这一项我要告诉你们大家 我们中国人还是要向洋人学习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懂政治的游戏 为什么呢 他们光是谈便宜 便宜就是等到你上任了才来捡钱 这个太迟了 我相信在座没有几位给钱给我 所以如果你打电话找我的话 一定会看这边 你就不要后悔 我说你要等 这是很明确的 因为我当年选保守党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是Kurban的省长 他说你们政治家一定要有个日记本 因为你不要忘记那些人帮你的忙的人 所以我一定有这个距离 张卫等其中一个支持了我的人 所以谈到这个我是家族广东眉县 那个第三个的爬桥 那个出生的印度 为什么会不会讲汉语 就是我爸爸妈妈当年认为住在异国 政治不好受 其实时常受别的国家的欺负 所以今天我在马来西亚 也感动了整个三千几个乡亲 他说离开祖国一百二十五年 还能够讲那么游厉的客家话 普通话 白话 就是为什么你 要继续中华民族的 诡达文化 所以下下败败 你可能听过我讲过几次 我爸爸提醒过我 无论你出生在哪一个国家 无论你来哪一个国的国籍 但是你站在洋人的面前 你不要忘了你永远是中国人 因为你的面骨骗不了他们 那政治家 我是刚刚2010年当选 去年年认第三次 那前面也有很多政治失败的原因 以后外面再讲 谢谢菁力 菁力也是在万景市 他为很多的这些当地的 基建商业 做过很多贡献促进作用 同时他刚刚在我们万景 不如办过一个客家人的大会 他也是在中间 也起了很多的促进作用 接下来是我们列治文山市 这个Richmond Hill的市议员 你是Word 5 还是Word 3 我自己介绍 我自己介绍好了 他的博语比以前好了 我自己介绍好了 你不要自己控制自己啊 我经常控制自己 我控制自己十世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刚好下个月开始 我就是当世人一世世人了 所以这方面呢 我很保险 有今天这个特别感 静止跟经济的关系 列员讲捐钱 我今天把捐钱了 除了十世人一定也抽筒钱了 对不对 最重要呢 刚才他也说了 林语人说了 罗先生也说了 这是 徐先生对不对 对不起 其实我们玩人 在做商业也好 做什么都好 要真正经济进入当地的政治 要真正进入当地的政治 他们在竞选的时候 来筹钱 跟他拍照 仇粉给他们 我们平常也要多点花一点时间 加约 其实不一定静止 就像 家中总商位 我们玩大家走这块 也有加约当地的 要是有一些叫 Ball of Trade 香味 全部 Commerce 因为其实在商业来讲 你客户没关系 任何客户都翻译 所以呢 我当然实际了一名 是六七文三的经贸发展 我们的主席 同时也很荣幸 其实也得到其他的 许长啊 议员 我不知道 议员应该也投我票了 我们加拿大有一个叫 Federation of Canadian Municipality 是加拿大所有 十个省 三个区 所有地方政府的一个组织 刚才英文我说了 英文讲称是FCM 每年我们十一奖实验员 都选全国理事 我很荣幸 我是 护士全国 应该使我安赏 我是第一个玩背景的 选出来的全国理事 现在已经到地路院 在这方面 我也特别推动 我们地方跟企业 跟经济都走在一块 所以呢 我知道以后 大家有一个问题 最重要我觉得第一 不要等大神的时候 再走在一块 两个洗 我以为时间够了 应该也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再说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其实今天呢 这个是我主持过这么多的创业论坛里面 干货很多的 我希望说我们今天在座都是乔林 都是社区的有名的人物 所以大家呢 其实在其他的社区场合一定见过面的 我们等会再叙旧 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目光呢 就放到这个主席台上 请他们上面的朋友给大家分享呢 真正要做生意的干货 不然你来了就白来一趟 多好不来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 我先来问呢 徐强先生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在加拿大的企业呢 应该怎么样的去了解政策 怎么样的去利用政策 来为我们自己的企业来服务 好不好 非常高兴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我们作为这种贸易促进机构 包括我们商协会 我觉得在这个当前 就是说这种一种大环境下 咱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中加关系啊 包括政治关系 经贸关系 都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 我觉得约是在这样一个时期 我们作为贸易促进机构 作为我们商协会啊 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好的时期 我们可能是锦上添花 在这种困难时期 我们可能更是一种雪中送菜 其实像我们贸易促进机构 包括我们商协会 都有很多一些活动和平台 能够为我们的企业家 为我们的各种商业 提供很多机会 比如说这种贸易的机会 包括投资项目 我们都有一些公共的 我们作为一个公共的服务平台 我们有一些平台 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宣传 大家有一些好的项目 在我们平台上做一些宣传 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一些企业 知道你们的一些信息 大家有一些好的项目 或者说想寻找一些投资项目 我们都可以帮你轻轻搭桥 作为我们国家贸富会 我们是国家中国最大的一家 投资贸易促进机构 我们在全国每个城市 都有我们的分支机构 我们可以把你们的一些项目 你们的一些需求 传递到我们的一些企业里面去 我们在中国 我们代表了15万家中国企业 这些企业的话既有大企业 这位中小企业 所以我想 而且他们丰富在各行各业 所以我想通过这样一些机构 把这样一些渠道 能够把大家中外的一些项目 贸易机会 投资机会 把它的连接起来 如果大家有这样一些需求 我作为这边的办事处的负责人 我也很乐意 跟大家进行各种各样的联系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 为两国的贸易投资 做一些贡献 做发挥一份作用 谢谢大家 谢谢徐桑主任 我是贸富会的 我再次请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的侨领朋友 请大家就是安静 好吗 请各位桥林的朋友 每一张中的